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二十五集 无读 王林摸了摸鼻子 笑的 周师姐 你不也是一样达到了第三层吗 周姓女子轻叹一声 惆怅道 我三年前 周已经达到第三层 可到现在 身边一个个本不如我的同门都超过了我 或许 真的是我斩不断凡尘吧 王林沉默少许 说道 大道无情 周师姐若想进步 这凡尘是必须要斩断的 周姓女子转过头 美丽的大眼睛望着王林 明眉好耻 展颜道 王师弟 我看你第三层也达到顶峰 随时都可突破 想必不久之后也会超过我了 王林看了眼对方那令人惊心动魄的娇美容颜 苦笑摇头道 我短时间 是不可能突破的 这凡尘 哪能说斩就斩 我做不得 周姓女子一针啊 犹豫了一下 问他 王师弟 我唐突地问一下 凡尘中 你斩不断的是 王林摇头 没有回答 脑海中忍不住浮现父母苍老的容颜 百善孝为先 父母之恩岂是说斩就斩 他做不到 周姓女子见王林不愿回答 轻叹一声 说道 我斩不断的是亲情 这修仙太过残酷 或许 我本就不适合 王林正有说话 忽然神色一动 扭头一看了 只见远处王卓眼中露出强烈的恶毒之色 盯着他与周姓女子 此时啊 远远地传来王卓的声音 玄道宗的各位师兄师姐 刚才说这千足蜈蜈蚣洗食活受 诸位 在我横跃派的这几天 卫食千足蜈蚣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我有个师弟 修炼对他来说只是浪费时间 抓些野兽卫食这事 对他来说太适合了 王卓师兄 这事不妥吧 千足蜈蚣野性未寻 若是陌生人卫食会有一定危险的 玄道宗单一水灵根的男子 犹豫了一下说道 没关系 柳师兄 修仙之人岂能因为危险而却步呢 你们是贵客 这种杂役活既然到了我横跃派 自然需要我们负责 王卓表情温和地说道 的确如此 玄道宗的各位道友 这事就交给我们吧 那门弟子中啊 也有人负义 认为王卓说的没错 玄道宗众人颇是犹豫 柳姓男子正想以长辈为由推脱 可就在这时 站在最后的那个中年男子 叹似随意的倾壳一声 柳姓男子表情一动 点头说道 既然如此 范劳诸位横跃派师兄了 王卓嘴角含笑 转过身冲着王林所在的方向 高声说道 王林师弟 这卫师千足无功的杂伙 可就交给你了 你可要千万小心呢 听到王卓这话呀 所有玄道宗弟子 纷纷望向王林 一个个表情古怪 他们到现在 怎能不明白这里面的毛孽 这王林呢 一定是得罪了王卓 这一时 腾越派内门弟子中 有人耻笑道 我刚才还在琢磨 王卓说的那人是谁 果然不出我所料 是这个王林师弟呀 他做这个工作 也的确合适 以他的天资 修炼还真是浪费时间呢 上场交流 也根本就不可能啊 旁边有人接话 这档杂役工作 除了他这个废物之外 还真没别人可以胜任呢 王林师弟 你可以好好干呐 别给我们腾越派丢脸呐 嘲笑之声 不觉入耳 玄道宗各个弟子 一个个算是彻底明白了 这王林不但得罪了王卓 而且还因为天资不行 所以成为了内门弟子 嘲讽的对象 这种事情 在任何门派都会发生 算不得什么大事 于是乎啊 王林在所有玄道宗弟子的心目中 立刻滑到了废物一栏 坐在王林身边的周姓女子 秀眉一照 厌恶地看了眼王卓 低声对王林说道 王林师弟 若我不过来 他也不会针对你 我 王林摇了摇头 王卓针对他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二人第一次见面开始 这王卓就总是喜欢讽刺抄击 整个内门弟子 更是因为当初流言 靠自杀进入门派 靠做些下贱的事情 八戒长老等事 对他很是瞧不起 最重要的 是他才宁气其第三层 在这些内门弟子中 属于最低层次 实力决定一切 王林看了眼趴在地上 满是争鸣之色的千租物工 也不在意 全当没有听见 没过多久 王卓安排几个弟子 分别领着玄道宗众人 去了客房歇息 玄道宗单一水灵根的柳姓男子 临走前扫了眼王林 温和地说道 这位是王林师弟吧 我玄道宗这千足武工 也姓未寻 你未时之时要多加小心 不要太过接近 莫要被他伤了 王卓冷笑地看了王林几眼 便不再理会 没过多久 整个大殿外 所有人都消散一空 周星女子照着眉头 又和王林说了几句 也起身离开 望着空荡荡的广场 王林站起身子 向千足武工走去 在距离其实杖处 他停了下来 仔细打量着武功灵兽 李静看了 这千足武功 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体干由多环组成 每个环有一对有黑的族 密密麻麻 仿佛一把把锋利的尖刀 竹节的身体 隐隐透出一丝黑色的光斑 尤其是这千足武工的头部 有两个巨大的钳子 争鸣地刺出 让人望而生畏 除此之外 最惹人注意的是 头部两根长长的红色须子 无风自动 仿佛两条长舌般扭曲摇摆 死知道王林在注意他 他睁开闭着的双眼 目光冰冷地扫了王林一下 一股彻寒之意 迅速席卷而来 王林的身子一凉了 但紧接着 体内灵气流转 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寒气 这千足武工 目露差异 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 便闭上眼睛 不再理会 王林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按道 这武工不愧是灵兽啊 居然如人一般 还有表情 他略移沉吟 脚步轻快地离开此地 在山间溜达一圈 神识扩散 轻而易举地抓到几只小兽 拎在手里往回走 一路上 遇到几个玄道宗弟子 在他们身边 陪同着几个内门师兄 正在介绍门派去世 这些师兄 看到王林手中的小兽后啊 纷纷大笑 引得玄道宗弟子瞩目 其中 一个玄道宗女弟子 长得娇滴滴 容颜如同水座的般 吹弹可破 他娇笑道 这位师弟 你抓的这些小兽 千祖武功根本就吃不饱 你最好弄一条大典的长城 这才是千祖武功的最爱 欧阳师妹 这傻小子平时就跟哑巴似的 你不用搭理他 你们不知道 他当年本就没有修仙资格 几项测试全都不合格 闹死闹活的 后来师伯们无奈 这才收他为记名弟子 门派中啊 有人立刻讨好地说道 说话之人呢 王林眼熟 正是后山与王卓 嘲讽过他的孙昊 记名弟子 可我看他身穿红衣 这应该是 横跃派那门弟子啊 玄道宗啊 立刻有人提出不解 嘿嘿 我还没说完呢 这废物小子 不知道用了什么 下作的方法 讨得一个师叔宽心 没过多久 便被收为真正的弟子 不过即便如此 就他那天资 除了被人笑话之外 这辈子 也休想有所进步了 孙昊大声笑道 王林淡然地看了这些人一眼 也不说话 快步离开 不大一会儿 回到千足蜈蚣那里 手中的小兽一丢 扔在他旁边 这两只小兽 一看到千足蜈蚣 顿时吓得趴在地上 身体颤抖 千足蜈蚣睁睁开眼睛 看都不看身边小兽一眼 张开嘴吐出一丝黑气 这黑气啊 一碰到两只小兽 立刻发出滋滋的声音 眨眼间呢 两只小兽变成了一滩血水 被千足蜈蚣一吸 化成一道血柱 收到了嘴里 王林退后几步 目光闪动 蜈蚣 一般来说都含有毒素 这毒素是他们最强的攻击手段 他小时候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蜈蚣之毒 与其体积大小 有很大关系 简单来说 个头越大 毒素越强 眼前这蜈蚣啊 足有百丈 其蕴含的毒素 怕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王林对于蜈蚣并不陌生 山村里的孩子 常常从石头缝里 抓着小蜈蚣玩 有的更是专门 抓蜈蚣来喂食家禽 有时候不小心呐 被蜈蚣咬了 被咬的地方 虽说红肿起来 但只要多用清水冲洗一下 不会有生命危险 最多也就是在家里躺个几天 也就好了 甚至还有一段日子 他曾专门采集过蜈蚣毒 村里的郎中先生说了 这蜈蚣毒啊 若是用好了 可以治病 他爹早年为了养家糊口 买不起木料 曾上山自己砍伐 山上的寒气很重 他爹不小心风寒入体 险些送掉性命 当时郎中开出的药房里 就有蜈蚣 后来他爹虽说病好了 但却落下了病根 每到阴雨天哪 便全身疼痛难忍 郎中说蜈蚣毒 可以缓解兵情 为了这事啊 王林没少抓蜈蚣 给他老爹治病 到现在为止啊 王林对于当年的往事 还一直记忆犹新 望着面前这长达百丈的蜈蚣 王林摸了摸下巴 按道小蜈蚣的毒素 可以治病 那这大蜈蚣的毒素 定然效果更好 说不准 可以一次性去掉 他爹常年的病根呢 可眼前这蜈蚣实在太大了 王林和他一比啊 实在微不足道 他担心自己取毒不成 反被伤着 忽然 王林神色一动 他想起村子里 去蜈蚣毒的一个偏方 据说呀 这偏方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 用一些草药熬成颗粒状 给蜈蚣吃下后啊 这蜈蚣就会吐出毒素来 想到这里 他盯着千足蜈蚣颇为心动 二话不说 立刻向单房走去 若说整个门派草药最全的地方 就属着单房了 他和王浩四年没见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啊 去看看 此时天色渐稳 王林来到单房 正好看到王浩 小心翼翼地 从一旁的侧门钻出 王浩注意到王林后啊 连忙把手放在嘴上 嘘了一声 示意他先出去 王林一睁 神石一扫 发现单房内三师兄 正一脸严肃 不断地向着单炉内 偷放各种药物 神情专注 走出不远 王浩捏手捏脚地出来了 他看到王林也不说话 拉着他一路狂奔 直到跑出老远 这才松了口气 王林 听说你四年前参加集训 怎么样 现在宁七七第几层了 王浩喘了半天气 飞快地问道 神情间充满一丝得意 宁七七第三层 诶 王林神石一扫 王浩在他面前那 如同透明的一般 只看了一眼 他便心底一惊 王浩已经达到了 宁七七第一层 但他体内啊 却非常古怪 所有灵气 均不是按照正常状态流转 而是另辟心境 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流动 这种流动啊 每循环一圈 便会从王浩身体的五脏六腑内 抽离一丝精气 融入其中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北村 不合理计则